David,我听朋友说 原来现在很多公司都关注环境问题 好像全球气候变化 和前段时间的澳洲和美国生火一样 对啊,所以就做就了ESG投资 咦,什么是ESG投资 ESG投资是包含了可持续投资 和责任投资的概念 里面有三大因素 E是Environment,环境 S代表社会 而G就是Governance,公司管治 那么传统投资和ESG投资 有什么分别呢? 传统投资比较注重财务回报 而ESG投资就更关注未来的可持续投资 举个例子 2015年一间传统汽车公司 为了通过废气排放测试 在销售的汽车里面装了特别软件 最后被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查了出来 消息传出去之后 这间传统汽车公司的股价当然受到很大影响了 但相反,另一间注重ESG 环境意识较强的电动汽车龙头企业 股价在五年之内竞争 那么ESG良好的企业有什么优势? 如果企业拥有良好ESG和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的话 不止可以提升企业形象 抗跌能力也较强 过去三年,在ESG方面表现较好的企业 股价表现比起环球股票好 ESG指数相对跌幅较少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 现在ESG全球投资趋势又是怎样的呢? 在2020年采用ESG方式来投资的基金 第一次总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 嗯,让我也考虑一下ESG投资 是呀,Peter 现在银行会提供各种和ESG有关的基金 或者债券等投资产品被投资者选择 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去问一下 不过记住,投资之前看清楚相关资料 投资涉及风险 加密煜 和 també 竟散 文人 玩 诞